3 2 1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舉辦一帶一路由香港進論壇 超過650人參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支持時說 一帶一路建設涉及大量基建項目 可以用到香港專業的優勢 有不少是來自基礎建設及相關建築工程 法律 爭議解決 經貿及項目管理 會計 保險及風險管理等界別的專業人士 也有創客及年輕的企業家 這些一帶一路的項目及園區的建設 都用得上香港專業的優勢 用得上你們的專長 可以讓香港can do的精神盡情地發揮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主持分享環節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 由民企的角度 分享怎樣以香港做跳板 進入一帶一路市場 又提到青年人在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機遇 為了提升專業服務界別 應對一帶一路的挑戰 政府也撥款230萬給香港理工大學 籌辦為期12個月的 一帶一路跨專業發展計劃 舉辦工作坊同分享會 給本港的專業人士 商界領袖 和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交流 同時推廣香港專業服務的優勢 很高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